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人了 那根本就不是个活人的样子啊 唉 就先别去想那女生的事了 要是真的撞见了 就当作看不见就好了 我没胆法 装作看不见啊 我看到了 肯定会怕得直哆嗦的 我也不指望 你能有多镇定 要是真害怕得不行 就躲在我身后好了 懂吗 这你一改办得到吧 嗯 我就躲在你身后 谢谢子萱 姐妹们 我看也该出发了吧 现在刚过八点 从我们这走到教学楼 那差不多也要十多分钟 我觉得还是早点到教室比较好 要是迟到了可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怪事 你们觉得呢 我没问题啊 反正就这么待着 也静不下心来了 哎哟 真的有必要那么急吗 这教学楼不都走了两年了 这都会迷路的话 不就吓死人了 那么早到客室里待着 无不无聊啊 拜托 康大小姐 这宿舍大楼你也住两年了 你有看见过窗外有怪物出现过吗 你不想出门就继续在房间里待着 等会儿自己过去好了 我们可不奉陪 我 知道了啦 跟你们一起出发总行了吧 你们等等我 我还有几口没吃完啊 慢点吃别噎着了 我们不会丢你一个人在这儿的 好了 我吃完了 不好意思 我们出发吧 就这样 四个女生还是鼓起了勇气 走出了寝室 前往教学楼上课去了 子萱 我好害怕啊 你 你看他们 都像是遇见什么不好的事一样 没事的 你就走在我们中间就好了 不要去看他们 这没走出寝室还没察觉 看来其他寝室都遭遇了和我们一样的情况了 是啊 大家的神色都好慌张好憔悴啊 哦 呃 子萱你看 外边怎么多了那么多戴黑色口罩的人呀 嘘 小点声 我们就这样假装聊天的走就好了 你们有注意到吗 那些戴黑口罩的人看起来都并不怎么的活跃 都是一脸的死气沉沉的跟在自己朋友的后面 哎 奇怪了 如果说他们也听到了那规则广播的话 不可能会不知道要躲避戴黑口罩的人才对啊 难道说不是每一间寝室都听得到广播 这点其实我也有想过的 不过 我们换个角度去思考的话 如果 我说如果呀 我们的寝室也有人开始戴黑口罩的话 我是没有办法去遵守那规则的 要我远离自己的姐妹 我办不到 嗯 好姐妹 不离不弃 不离不弃 对 不离不弃 在走出宿舍大楼后 校园里随处都可见到戴黑口罩的人 虽然内心很是害怕 但四个小女生还是鼓起了勇气继续前行 可谁知道 当他们到了教学楼后 怪事 还是发生了 哎 奇了怪了 我记得设计课的教室 一直都是在四楼的楼梯口左拐第一间呢 我不可能记错的 怎么 走来走去的 整城楼的教室都是空荡荡的呀 难道是换教室了不成 还是说 连这都闹鬼了 快闭上你的乌鸦嘴 大白天的闹什么鬼 你 你别吓我 喂 还有八分钟就要上课了 怎么办啊 如果迟到了的话 我们会不会也变成那受惩罚的人啊 你别吓我们呢 怎么办 我们就快要迟到了 我 我不想变成大黑色口罩的人呢 我 我说你们先都别急 早上的广播不是说了吗 如果找不到客室的话 闭上眼 静下心来向前走二十步 睁开眼后就可以找到客室了 对啊 我怎么给忘了呢 幸亏冰冰你记性好 这种鬼话你也相信呢 如果闭上眼走路就能找到教室的话 我们现在不就成了睁眼瞎了 还有这要是走二十步 都快走到走廊尽头了 对对对你最牛 现在我们就跟冰冰一起闭眼走二十步 你爱跟跟 不爱跟就去跟那些戴黑口罩的混去 你说什么呢你 刚刚才说不离不弃 现在又让我去和那些恐怖的 要命的黑口罩混 你还有没有点良心呢 你还好意思说 还好冰冰提醒我们 广播有提到这一办法 你倒好 静在那泼冷水 总而言之 我们现在只能尝试了 你句话跟还是不跟 跟跟跟 是我不好 我嘴欠 你们别丢下我不管呢 好了 子萱她知道错了 就饶了她吧 其实规则里只说走二十步 也没说走大步还是小步啊 姐妹们 我提议 不如我们排成一排 由我走最前面 接着是文文 敏敏 而子萱最后 大家一起手搭着肩膀 然后小步地走 再闭上眼后呢 当听见我说 走 大家就一起数一道二十步 走完后再睁开眼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嗯 明白了 好 准备 姐妹们 走 一 二 三 四 这笔这人走路 好可怕啊 冰冰 你先安静 别说话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 二十了 我可以睁开眼了吗 天哪 这将士 这将士不就是设计课的将士吗 看来这规则真的是对的 太诡异了 你们还愣着干嘛 赶紧进去教室吧 现在不是震惊的时候 紫萱说得对 我们赶紧进去吧 这刚一踏进教室里 整个气氛就和走廊外头截然不同 原本在走廊外呢 就像是在一个无人空间一样 静得怕人 可这教室里却是被坐得满满的 只剩下最前一排的座位是空着的 冰冰几人急忙找了前台最靠边的位子坐下 可这才刚一坐下了 上课铃声也随之响起了 这老师以前没见过呀 是学校新来的老师吗 确实没见过啊 学校什么时候来了这么一个老师啊 我们先别说话好了 这老师看起来好严肃啊 不是说了别惹老师生气吗 对不起对不起 也对是我疏忽了 好了好了 同学们准备上课了 来我们先来点一下名 张庆杰 到 林巧双 到 李明浩 到 王力 到 刘文文 刘文文 嘿嘿 这位刘文文同学还没来 对吗 那 老师老师 哦 你就是刘文文吗 为什么刚刚不回答呢 不回答老师问的问题 是要接受处罚的哦 不是走在我们前面的吗 我记得他比我们早进入教学楼的呀 对啊 我刚刚也有看到他们一行人一起进教学楼的 怎么现在还没到啊 难道 难道他们也找不到教师吗 同学们 上课的时候请保持安静哦 除非你也想要违规 老师我 可是很乐意惩罚你们的哦 好了 老师点完名了 今天缺席的学生一共有七位 他们是 李玄明同学 王宇鹏同学 刘巧同学 季心仪同学 李嫣然同学 还有简慧山同学 这几位同学 你们怎么没敲门 就闯进了我的教室呢 老师老师对不起 我们不是故意迟到的 我 我们 哦 迟到吗 那 按照学校的新规定 迟到的同学 可是要接受惩罚的哦 我们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